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见到师父的时候 也是小时候嘛 然后我就唱了一段探情文 然后我妈就问师父你看他行吗 师父点点头 行 然后没各多样时间 我就是来了北京 就开始学相声 然后唱太平歌词 真不是 太平歌词一开始真不是让我唱的 是交给别人唱 我偷偷学 当时我是那个生气啊 你知道吗 我说怎么就教别人 我当时内心 说实话内心 我说我是你小舅子 我说你不教自己人 我说你教他们 我生气 生气 生气 但是我就会了 当时那个时候 因为师父也不知道我能唱太平歌词 后来是被他发现了 对 他就给我把被子掀起来 你再唱一遍 当时我是小时候认为可能这里有什么规矩 是什么的 教完别人 我不能唱 我看谁知道他说你好 小时候见识的话 快把人听起来的话 鱼子 不是 他没捡回来 我扔出去之后 他就把我扔出去了 游西湖是他给我写了一段太平歌词 他说敬唱传统的老先生留下来的 我给你写一段我的原创 这就是你的了以后 我还挺开心 然后中间给我加了好多牌子曲 我说这太平歌词还真没有 挺特别的 当天姐姐带着好多人去逛街去了 然后师傅就给我留下了 你不许去 你在家里练功 你小时候贪玩啊 我本来我就心里憋着气呢 你还让我背 我就不好好地背 唱两个我就不唱了 唱几句我就不唱了 就推门进来了 那是他第一次 这么多年第一次打我 也是最后一次 微信的一次 你怎么不唱了 我就不唱 我就这么说啊 我小时候嘛 我就不唱 我就把那鱼子板给砍了 然后他就把我砍出去 照屁股打了我 我们会听 因为我姐她们也听 车上也会放的 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攒下来的钱都是买空白的袋子 比如说每场演出 我们要录台上的东西 那个时候都这样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 没有脑子会想这些个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练功 一遍一遍的唱 比如说《太平和词》 《白车传》 师傅 唱吧 唱错一个字 从头来 比如说从头到尾 我就还差最后一句这段就唱完了 最后一我忘了 从头再唱一遍 什么是唱对了 咱什么时候就再转下一段 对 就是他总说嘛 一个猴一个拴法嘛 他对待每个孩子 根据每个孩子的性格 他来教你东西 他来管你 因为我小时候的性格他必须要 必须要这样 不明白 小时候只是死鸡英背这个词 比如说《白车传》唱完了 这个故事讲的什么 不知道 只是知道把这个调 把这个词记住了就行了 小时候我才十一二岁 你让我唱《党亮》 《党亮》也是师傅那会给我写的 康茫才 党陈友亮 这个讲的什么意思 不知道 裸成算卦 什么意思 不知道 可能是我在唱故事吧 对 比如说我唱《蓝色天空》 可能就是受清水河的影响 清水河它是一段一段的 它是讲了一个故事 我这就是想我不光要唱 我要把这个故事 让你们明白清水河讲的是什么 就是过 有可能会留 留恋过去吧 怎么说呢 其实我不能留恋小时候 学艺那会儿 但是管用 真受用 我现在跟师傅说 我特后悔我小时候没有认真的听年话运功 真的 我小时候真的很不听话 有 小时候师傅一再逼着我学 到有的时候有一阵我是逆反心理了都会 我说我明明很喜欢这个 你这么逼着我 反倒让我小时候真是这样 就是不敢 也敢说吗 不敢不敢忍着 我就自己这么想的 她是每个阶段 说每个阶段的话 你看我六年之后变生期回来了 我突然就感觉她就是跟小时候的她不一样 我说您为什么不像小时候那样 她说什么时候 说什么时候的话 你现在我给你的这种教育方式 就不能像小时候那样了 小时候因为你太小 你讲大道理你也不懂 现在你懂事了 你长大了 我就得用你长大了这种方式 你看她有时候好多徒弟们都说 就怕她不说话 比如说你真犯错误了 我错了 这是最可怕的 就怕她不说话 要是这样的话 她就真生气了 你有样的生气过吗 有吧 你长大了之后 长大了之后还没有 小时候有 小时候她就是总是这样 我小时候就害怕 而现在有时候我总问她 我说我叔叔犯错了 她说你怎么这么容易犯错 我说我看您不说话 我说可能 那她的身体会哄皮了吗 不会哄 就是她要真生气了的话 你就跟着她屁股后子走 她不理你 你不理我 那我就跟着你屁股走 你干嘛 你到哪我去去哪 可能隔一两天你就过去了 这大伙都知道 这有什么敏感呢 我意识到到了北京之后 然后在大观音园里面练功 踢腿 也有文化老师一边教 我就感觉 可能我会的 比别人多一门手艺吧 小时候我是这种 那可能就是在ICU的时候比较孤独 那可能就是在ICU的时候比较孤独 没有 小的时候除了早上起来 师傅带我们喊嗓嗓子 喊嗓嗓子回家练功 睡觉 然后每天就是这样循环的 我还觉得我挺另类的 我还觉得我挺另类的 你说另类想给他笑的 我还觉得我挺另类的 你说另类想给他笑的 批量生缠把我说成冰棍了 你这么夸我 我都膨胀了 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 我上台演不管唱什么我不紧张 因为从小我就接触这个 不管是说相声也好 是上台唱曲艺也好 突然间你让我参加乐节 最起码从小我登过台 我会知道怎么去处理这舞台上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现场的 比如说突发的一个小事故 我知道怎么会去处理 第二个优势就是唱方面的优势 就是从小的我这种传统的唱腔的这种功底 局限就是突蓝色天空的时候 玉珍我觉得还是离不开传统的东西 我觉得这首歌正是打我手背上了 太简单了 对吧 前面我完全可以按照小曲的这种音律来唱 后面转到俗嗒力量 那我更觉得很简单了 《蓝色天空》这时候 我突然间就感觉 我之前的这种发声方式是用在歌曲里面 一两句可以 但是从头到尾这样唱是不行 局限性的可能就是 我就所说我可能唱歌的这个曲风单一 基于清水河 我只是换了个发声方式 还是类似就是民谣那种小球小店的这种意思 我不敢 肯定就你相声还没说好呢 出什么歌啊 不好说相声 你竟想那个杂七杂八的 肯定是这种的 对 所以我一直不敢 自打清水河 他也没有说 然后我出了玉珍了 我也没有敢跟他说 我真正的要成为一位歌手 转型当歌手 后来是他说的 因为当时我就很吃惊 我说啊 当时我就不 你无论字了的 我说您会有这种想法 我说您同意 他说我为什么不同意啊 之前我不说 是因为我想让你先把相声的基础打好了 你再考虑你想干嘛干嘛 既然你能唱 你为什么不用两条腿走路啊 你多一门手艺不更好吗 对你自己也好啊 然后他就说 但是有一点你记住了 我马上我就把话接过来 我说相声不能丢 对不对 对 我说这个您放心 我说相声是我的根 我说肯定不会丢的 小时候还真不是 我小时候是喜欢给人唱曲艺 唱一段京韵大鼓 唱一段梅花大鼓 然后哎呦 小孩唱的真好 但是过年的时候我就不爱唱了 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 哎 你们家孩子唱的什么 来给我们唱一个吧 在桌上我就站起来给大家唱 大家鼓唱 家里面的就是远房的亲戚也在 好多人那样的 我会觉得那样我不喜欢 那是我小时候最怕的一个环境 一直对我没有影响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就爱唱歌 我不会 那谁说说相声的就不能唱歌 谁说说相声的就不能演电影 谁说唱歌的就不能说相声 谁说的 你把自己蛋糕固定住了 别人谁都抢不走 那是你对你自己没自信 我从小看传统的我师父就告诉我 不用担心那个 你有真本事 谁抢都抢不走 那永远是你的 那我师父他给你用这些 虚拥有个偶像 怎么连着痛苦 你跟他会有些痛苦 或者说会把他抄给他 就是这个 超越不了 郭德纲只受一个 那你怎么经常说 如果有十八老八 你能不能唱歌 那你能唱歌 因为说的是实话 100个人都认识郭德纲 但是100个人里边 就有人不认识郭德纲 对吧 这个我要自己看得很明白 我只能说会更好 我会证明给他看 超越他 想可以 但是我觉得很难 他会说相声 他会说评书 他会唱京剧 他会唱平戏 他会唱河北邦子 而且调量自己干 但有一点我比他强 我会唱歌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他们让我说的 谁说我是不会演戏的 因为当时大林去跨界到影视 这是当天我们俩都在 是当天他跟我们俩在书房说的 他去跨界尝试那什么 然后我去那个什么 说完之后从书房回来 一楼就上市 我跟大林 大林 他说你为什么对这个排练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拍 他不爱 那不就完了吗 我感觉你的观众和歌手舞台 一些渴望是大的 对你的周级的渴望是什么 相声艺术家 我努力吧 相声还得学 然后歌这方面 我再努力成为一个好的歌手 再想别的 就跟好多人说 你要不要成为一名好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我说你先学会做一个好的相声演员 你再想怎么成为一个艺术家 因为我妈总问不 就是要不要成为一个大歌星 就一提上来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大歌星 我说我先学会怎么当一个好歌手 人家刚十八 数大马 对 现在会十八回合 那你有什么焦虑 还有什么焦虑的 我觉得我上了岁数才更有味道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浪漫 对 可能就是脑子想不到那 我真没想过前世间 可能前世是一个热爱曲艺 热爱歌曲的一个这么一个人 但是没有愿望去把它实现 可能 有听过 有听过 昨天是毛毛 毛毛的 之前陈雨迅的 都听过 很简单 因为之前我分手了 对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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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自我调节 心里的状态 什么的 我感觉我还是挺好的 心云 心云也 可能现在唱就没事了 我都喜欢 我更喜欢下雨 因为下雨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喜欢 下雨的时候 枝上铜锅 涮那个老北京涮肉 哎呦呗 真的 我说跑蹄了 下雨下雪我都喜欢 下雨下雪的时候我就 要不就铜锅 要不就是涮那个辣的辣辣的火锅 一定是在院子里边 然后或者是搭个棚子 一定要是有雨 烧起来那种感觉 特别的好 下雨下雪 下雨下雪 下雨下雪